我想讲一下金融耐民这个词是怎么产生的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件事的起源是什么 是国家提倡万众创新 这个口号之下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叫 支持企业发展有了一个小额贷款的出台 再后来你就会发现 全国各地有了各种各样的理财机构 和各种各样的投资公司 但是在郭书清站出来说话的时候 他说超过百分之几的以后就是非法投资 而去非法集资 这一句话说出来就造成了 本来有问题的这个公司跑路 没有问题的公司资金端裂 那么我们想讲的是什么呢 想讲的就是和尚跑了妙还在的事情 首先这件事情的号召人是国家 老百姓响应了国家的号召才来做的这件事情 对吧 那么后来发生的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国家政策推行当中 上行下校出了问题 上行下校出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是监管督察师责出了问题 那么我想请问 这些官员他们的行政职能是随赋予的 当然是国家 所以我说和尚跑了 妙还在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因为国家选举的这些公务人员 在做事的过程中出了纰漏 他们出了问题 让我们老百姓来替他承担 那么既然官员是国家选的 官员出了问题 国家当然要负责任 这就是我想讲的我们的缺口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银监会的郭书清同志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成为金融难民的原因 就是因为郭书清同志的这句话 当然要去找郭书清讨个说法 而不是找当地的行政机构去破案 那么我想请问你 行政机构帮你去讨要这些钱 他们有多少能力 有多少警力做这件事情 那么多的平台出问题 我们的警力够吗 让我们老百姓去找这些平台的领导人 我们有这个权利和有这个权限吗 我们所有的事情是因为相近国家 国家出了问题 现在国家不负担责任 让我们个人出负担责任 这个是不对的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不要得了 但是让我们来说 岛台的身份 我帮我们下轮复